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由五郎叔做厨师的美食日剧,晚餐第二集 五郎叔所在的罗卡餐厅,每况愈下,客人寥寥无解 于是沙芝请来了新厨师长江琪先生 江琪第一天上班,就将厨房里的厨具调料重新调整了位置 还让五郎叔把菜谱拿来仔细查看 五郎叔很奇怪,这家伙要干嘛 而当大家发现自己熟悉的厨具调料什么的都换了位置,很是恼怒 沙芝喊大家去大厅集合,说新厨师长来了 江琪开门见山的说,既然我被任命为厨师长 那一切都按我的做法来 大家不满他擅自改变厨房布置,说很不顺手 江琪说,两三秒之差就能让菜的味道大不一样 以前的厨房布置不科学 江琪还说要改菜单,说菜单上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传统菜 以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为主打 这点虽然不错,但太平庸了 五郎说,这家店30年来一直用陈先生制定的这张菜单 江琪说,也许当时不错 说陈先生的菜单只有陈先生在的时候有意义 招揽新顾客必须要用新菜单 然后他现场把今天的主菜改成了烤乳哥 并且拿出菜单让大家开始准备 众人七嘴八舌表示反对 江琪说,既然你们不听我的 那我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 说完就走 沙芝忙拉住江琪,让大家退让一下 说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厨师长 五郎也说,这一个月以来上座率持续下降 昨天江琪先生仅仅通过品尝 就把我们的缺点都说中了 要守住这家店,靠我们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新厨师长 他过去说,江琪先生请接受我们的邀请 然后深深鞠躬 五郎说这人品果然优秀 不愧大家喜欢你啊 江琪说,那大家就开始准备吧 然后就带着五郎来到了菜市场 在一个熟悉的摊位买鸽子 老板拿出法国产的鸽子说 肉质松软,肥瘦正好 江琪看得眼睛都直了 然后他一眼认出了单拨的野猪肉 他眼睛更直了 说他不要鸽子了,要这个 五郎疑惑的问,今天的主菜不是烤乳鸽吗 江琪说变了 说这么好的野猪肉搭配栗子 做出来一定好吃 说完还无嘴偷笑 整个一神经病 而当众人得之后都气急败坏 说烤乳鸽的酱汁都做好了 这也太随意了吧 而杀汁也是没办法 而且感觉头很大 终于到了晚餐时间 客人们陆续前来 五郎拿着点菜单念叨 三号桌,义式蘸酱蔬菜两份 宽意面,牛百叶,前菜拼盘 厨师们忙碌起来 江琪过去指导切菜的 要把白芯都去掉 闻了闻眼镜的意面 说算位太重,重做 眼镜只好倒掉重做 此时十号桌客人点了江琪的新煮菜 杀汁拿着单子大喊 十号桌,甜煮野猪肉 但是众人都不会呀 江琪露出微笑 对五郎说 我先做,你跟我学 他掏出野猪肉 撒盐,撒调料 这是啥的东西 抹上酱料,放上橄榄 然后把猪肉卷起来 镜头一转 客人离开,一天结束了 不给观众看看 做出来什么样子吗 厨师们一个个累得腰酸腿疼 吐槽江琪管得太细了 杀汁问五郎情况 五郎说 虽然大伙有些不适应 但江琪先生在厨房的指挥 都是十分正确的 大唐经理说 大家对甜煮野猪肉的评价也很不错 杀汁听吧 这才放下心来 他拿出一份菜单 说是他父亲陈先生 原来陈先生也想换菜单了 大唐经理说 意大利都灵的特雷沙饭店的标识里 有一对翅膀 代表开创特雷沙的两兄弟 他们继承了母亲创办的特雷沙食堂 哥哥继承了妈妈做的传统乡土料理 弟弟创造出新菜品 传统和革新巧妙融合 特雷沙才成了意大利最有名的饭店 杀汁让五郎守护传统菜肴 江琪那边就让他去创新 原来这部剧是五郎和江琪的双男主美食剧 江琪始终很严格 五藤往外端菜时 江琪闻了闻 说鸡鱼炒太久了 重做 闻了闻一面还行 甜点师做了搭配甜煮野猪肉的甜点 江琪说不错 说加点狼木酒如何 再加点橘皮会更有风味 然后就跑去和甜点师研究甜点去了 有客人想找厨师长 五郎叔只好出去说厨师长现在不在 客人说煮菜真的很好吃 没想到野猪肉能这么可口 说陈先生倒架后 他以为口味会变差 没想到毫不逊色 说他要预定下周四个人的位置 五郎叔一听顿时陷入沉思 江琪果然有两把刷子 此时罗卡餐厅早期的厨师川田来吃饭 他现在是青山餐厅的店长兼厨师 川田喊来五郎说 店里忙完找他喝一杯 川田是五郎的前辈 五郎忙答应了 川田说他本以为陈先生倒架后 厨师长就是五郎呢 因为五郎可是陈先生最得意的弟子 说既然来了新厨师长 那就不需要两个厨师长了 他邀请五郎去他的店担任厨师长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原来川田这老小子是来挖墙角的 而五郎回去后 开始做陈先生菜谱里的一道菜 但是做了各种材料的组合 都不好吃 做了一晚上都不满意 川田一大早江琪来上班 问他在干嘛 他说在做陈先生的新菜谱 江琪拿起菜谱 发现是一道 要把内脏杂烩 做成千层面风味的菜 他很感兴趣 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五郎说他换了很多食材 都没有达到满意效果 日本牛里加松茸 鹅干加松茸 松露和伊比利亚黑猪肉 这些组合都被江琪一一挑出缺点 五郎说那你说用什么 江琪说用猪脚 加苦爱酒调味 五郎顿时感觉这个似乎能行 然后江琪就开始兴奋的做起来 让五郎负责千层面的面饼 五郎赶紧去做面饼 江琪做出美味酱之后很兴奋 边做边叫唤 不知道的还以为厨房进来猴了 两人合作默契 最后轮番往里加料 再放进烤箱里烤 烤完后看上去很不错 黄灿灿的 两人赶紧快了一块 开始品尝 五郎激动的说太好吃了 但江琪却气急败坏 倒掉了食物 说酱汁的味道和食材不合 卖相也一般 感动不了人 但五郎却吃的很好吃 大家品尝后也都说很好吃 夸赞五郎厉害 五郎忙说 这道菜基本是江琪做的 而且他还不满意 众人听吧 都说江琪太完美主意了 江琪对大家的要求日益严格 而大家做的东西 也渐渐符合了他的标准 江琪比较满意 大家也都很高兴 而江琪还在研究那道 内脏杂烩千层面 说不用白芝了 他改了一下味道的构成 味道变好了很多 但还是缺少了一种 具备冲击感的材料 突然他想到了香料 兴奋的问五郎 觉得该放什么香料 五郎黏头大脑的说 你很厉害 只看了一眼 陈先生制作了一半的菜谱 就轻而易举的做出那种美味 他奇怪为何这么好吃了 他还不满意 江琪说 如果安于现状 就会止步不前 不断进步 才是我们厨师的工作 五郎听吧 深受触动 之后五郎受川田邀请 去他的餐厅参观 带他看了大厅 看了厨房 厨师正在研制新菜 川田让五郎指点下 五郎尝了上酱汁 让加些番茄和百里香试试 川田说 下个月开业 厨房里的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而这个画面 被红酒供货商看到了 然后红酒供货商 给罗卡餐厅送货时 把这事告诉了女士酒师 杀之得知此事后很难过 五郎回来 他问五郎 是不是要去川田那边工作 五郎犹豫了一下说 这家店已经不需要我了 说他一直追随陈先生的脚步 大家都认为 他会是陈先生的接班人 但现在看来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看来五郎还是有情绪的 众人纷纷挽留五郎 哪知江琪突然出来说 既然要走 就没必要挽留 他让五郎把陈先生的笔记也带走 说里面有很多不错的创意 说明陈先生也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这家店就会没落 说你没意识到这点 才会在副厨师的位置上 原地打转 所以还是请你早点走人吧 五郎一句话不说 快步离开 他独自一人 跑去居酒屋喝酒 他终于又干回了老本行 很快他点的炖杂碎做好了 他抄起七味粉加料 突然想起江琪问他 加香料的事情 他赶紧往回跑 冲进厨房大喊 我知道加什么香料了 以辣椒为主 服役其他香料 江琪激动的说 是七味粉 五郎将制作七味粉的各种调料 一一找到 辣椒 花椒 大蒜 生姜 丁香 肉桂 芝麻 紫苏 山椒什么的 五藤将厨师符递给五郎 五郎一脸的坚毅 就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众人冲进厨房 观看五郎和江琪做菜 他们开始研究七味粉的配比 品尝了各种组合 但都不满意 最后五郎找到了合适的配比 将其品尝后很满意 终于最新款的内脏杂烩千层面 就做好了 两人快了一勺 吃了一口 顿时满意的笑了 他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的 深深被两人的激情感染 终于罗卡餐厅的新品 内脏杂烩千层面 正式进入了菜单 端给了顾客们 看上去很好吃 大家吃后都惊喜不断 连夸好吃 都说这是他们吃过的 意大利菜里最好吃的 沙芝非常高兴 五郎也非常高兴 他给川田打电话 说感谢川田器重自己 但他谢绝了邀请 江齐过来说 他又想到了更好的香料 让五郎今晚跟他一起研究 五郎顿时傻眼了 估计他心里在想 再给川田打电话 一定会被骂吧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顾短白下次见 有猴